此次开通深圳直飞利亚德航线 为粤港大湾区企业到沙特阿拉伯进行商务合作投资洽谈 搭建了新的空中桥梁 深圳利亚德航线每周两班计划每周一周五执行 飞行时间约9小时30分由空客A330执行 首趟直飞航班于下午6点从深圳保安国际机场起飞 去乘航班号为CC8085当地时间22点30分 到达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回乘航班号CC8086当地时间凌晨0点30分从利亚德起飞 北京时间14点20落地深圳 今年5月11日深圳机场直飞墨西哥城洲际客运航线首航 刷新了我国民航最长直飞国际客运航线记录 至此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点突破40个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陆续开通了至埃及开罗 日本扎谎日本名古屋越南牙庄韩国几州等国际客运航线 目前每周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近800班 在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带动下 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据了解2023年深圳机场全年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 5273万人次 今年1月到4月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达到152万人次 同比增长331.4% 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八成以上 客运繁忙货运也是热火朝天 2023年深圳机场新开加密烈日圣保罗 巴黎 阿什哈巴德 墨西哥等15条国际全货运航线 其中包括9条跨境电商空运专线 目前国内外货运通航点达到60个 创历史新高 其中国际及地区货运通航点达到38个 通达全球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今年1到4月 深圳机场货油吞吐量54.8万吨 同比增长20.85% 其中跨境电商空运业务量同比增长接近9成 现在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规划研究所所长王国文 王所长您好 深圳直菲利亚德的航线开通 您如何看这条航线对于促进深圳开拓 中东市场的重要作用呢 现在呢 深圳这个机场可以直接连线到 这个沙特的这个首都 那实际上将会对深圳跟这个中东的这个经济连线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助推的作用 很多这个中东的这方面产业结构 跟深圳的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方向 有非常高的这个匹配度 所以我们觉得这条航线的开通呢 不仅仅是将吸引非常多的人流 去中东去旅游观光 特别是对深圳的这个产业 走出去外线型的这个发展 开拓这个中东的市场 有非常大的这个助力作用 那您认为打造航空枢纽城市 深圳的优势是什么呢 深圳打造航空枢纽城市 最大的优势就是深圳的产业结构 跟我们的凌空呢 有非常高的这个匹配度 那反过来啊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航线密度 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航线的开通呢 也给凌空经济的聚集 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助推的条件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深圳的产业结构 和凌空经济发展 形成了一个双向的这个循环和相互出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前深圳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物流中心 那您觉得在空港方面还需如何发力呢 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这个物流中心 海港空港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虽然说第一季度深圳的这个机场啊 客运和货运都排在了全国的前列 那我们的客运是等于说 除了双机场的这个三个城市之外 深圳是单机场城市最多的 那么货运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全国的这个前三了 所以说呢我们在打造这个全球影响力的物流中心的时候 如果我们深圳的这个航空的这个航线 能够向深圳海港的这个全球布局的话 那我相信航空所发挥的这个影响力会是更加巨大的 那深圳加快建设全球知名的国际航空枢纽 面临哪些机遇该如何抓住机遇呢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整个经济复苏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的这个各个方面呢都已经这个动起来了 特别是这个深圳的这些企业走出去的这个动力也是比较强 政府呢也是给了非常大的这个促进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呢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外的这种经济联系 是深圳这个航空枢纽建设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这个聚集度啊影响力啊也会在这个提升 如果能够加大政策扶持这个力度 那我相信深圳作为这个全球的这个航空的这个枢纽经济 也会产生更大的这个经济拉动作用 感谢观看